被揭發帳目混亂的大埔定位置 曾經利用網上中籌平台 籌到134萬維修費 近年興起的網上中籌活動 捐款人究竟有沒有保障呢 新聞極客發現 部分中籌項目 因為一直無法兌現承諾而出現爭議 簡學禧報道 英國有人想籌60萬磅 製造一支火箭上月球 加拿大有人想籌30,000美金 拍攝一套捉鬼敢死隊影迷的紀錄片 香港就有人想籌10,000 生產引有喜劇對白的手機殼 如果有一部全自動咖啡機 提積細小 懂得根據咖啡豆特性來沖 還可以透過智能手機控制 交定時間沖定杯咖啡等你 你會不會付錢支持研發生產呢 趙氏兄弟去年底以這個概念 在網上眾籌平台Kickstarter 令到2,500多名網民 給了合共84萬多美金 即是660多萬港幣 支持他們研發這款咖啡機 當時他們說會在今年6月 向給了299美元以上的支持者 寄回一部咖啡機做回報 但承諾至今仍未兌現 他們最近公布要推遲到 明年下半年後才出貨 事實上你要處理工廠 超過30個 30間廠 但當有些部分我們發現 如果我們想做好它的話 我們必須不可以再用固有的 我們認為不足的零件去做 我們那裏要重新再做 計算時間值也會增加 為何當初籌錢的時候 又說年中會有咖啡機寄回支持者呢 又給了錢的人在網上留言 要求退款、罵他們騙人 形容為香港支持 甚至聲言會報警 可否示範沖杯咖啡給我們看 他們答應展示部分組件 要用這個儀器沖出咖啡 先用人手在底部 裝上磨好的咖啡粉 開著泵 由水缸泵水進去 水滿之後關掉電泵和水閘 再按另一個開關鍵 咖啡就會慢慢流出來 但儀器沖不到熱的咖啡 高溫的味道還可以沖到 可以嗎 不不不 現在都可以 不過我們現在因為外露很多電線 還有用手放進去 其實所有手接觸的東西 你盡量都不想它拿到 沖第二杯咖啡時遇到阻滯 沖什麼事 啪啡機是燒了 著玩笑的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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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不用這塊東西的結果 什麼事 剛好怕是燒了 哦 網上很多人覺得 一拖再拖 是不是有些騙人成分 這樣說 其實本身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研發這部咖啡機 總有一部分的人 未必認同我們的理念 甚至乎他們也有一部分 很想確保我們未必做成功 可能會有機會 他們說因為眾籌成功的經驗 現在開拓了經營教人眾籌的生意 會收取籌到的錢三成作為佣金 根據統計 2012年 全球眾籌集資額達到27億美元 2013年更加升至51億 眾籌網一般會收取大約5%作為行政費 在本港的報紙也出現了廣告 說可以教人眾籌 聲稱可以零資金網上創業 還練出成功個案 這款號稱世界上最節能的LED燈膽 和這架遙控紙飛機 都是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 方寶喬給錢支持 網上眾籌項目後 如期收到的回禮 不過他用了523美元 支持另外的四個項目 到現在遲了最少半年 仍未收到回報產品 其中這支3D畫筆 就遲了一年零十個月都未收到貨 在香港曾經見過 我曾經試過收到一份抽獎的禮物 居然是這個產品 後來我就忍不住了 我2015年開始就寫在它的留言板 和私信給他們 經過Kickstarter網站 問究竟你有貨書沒有 其實是沒有人踏步的 方寶喬說對於用眾籌 支持創新產品的熱誠 已經大大減退 我覺得有時很遺憾 你利用了這個平台 集了一支找到投資者之後 但你應該好好地處理一下 究竟你在平台上的那些人 小型的投資者 好像我們這樣 我們只是找一件貨物 但應該沒有人理 其實就可能 他已經將它劈在一面 誤體了 究竟支持者在眾籌網 給了錢支持創新項目 是否純屬捐獻 支持者可否追回報呢 有律師看過眾籌網的條款 和項目內容的條文 認為根據本港法例 已經算是合約一種 如果它說明是有報酬 即是交付得到給你的東西 有交付日子 有那件東西 譬如產品有樣子 有什麼功能 做到什麼 有些軟件硬件上 所有的規格 它其實都說了給你的 這個應該都算是一個 商品上或者作品上的 一個商業的合約 它質疑發起人 如果不能夠準時 交付產品或者回報 甚至有可能違反 商品說明條例 支持者可以透過民事追討 但如果捐出的錢不多 就要考慮是否值得輕數 現在全球有多達 400個以上的眾籌平台 我們問過美國 兩家最大的眾籌網 Kickstarter和Indiegogo 以及香港為定位置 籌款的Fringe Backer 有什麼機制審核眾籌項目 如何儘量確保 能夠準時回禮給支持者 不能夠準時回禮的比例 又有多少等等 但他們都拒絕回答 NOW TV記者 簡學希波道